淡水区文化国小校犬小白袜 今年因为罹患了恶性肿瘤 送往了板桥洞保处治疗 由洞保处处长陈元泉医师亲自执刀 带领医疗团队成功栽除小白袜身上的肿瘤 而今天上午校犬小白袜已经健康的回到校园当中 而学校还特别举办了欢迎活动 淡水文化国小在今天上午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活动 就是校犬小白袜已经健康的回到校园当中 今天学校还特别举办了欢迎活动 由于校犬小白袜在今年学校发现在身体的腹部 罹患了恶性肿瘤 硬块居然已经大到如网球大小 而校方为了筹措这笔庞大的手术费用 还特别在学校举办跳蚤市场时进行募款 而新北市动保处在得知消息之后主动提供协助 让小白袜可以回到学校 学生都相当开心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身上长了一颗肿瘤送医院 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平常看他不是还好好的吗 然后现在手术成功回来就觉得很开心 他又能回到我们身边继续陪我们上课 然后他回来之后 我们就觉得他很开心 因为他又重生了 他又回来跟我们上课 我就召集我们的医疗团队 我们亲自为小白袜来抄刀 那小白袜在手术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顺利 我们很顺利的将肿瘤摘除 那现在他也没发言 也顺利的拆线 回到学校来 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新北市动保处对于机关犬 校园犬可以义务提供医疗服务 当初由淡水动物之家派车 将小白袜接往板桥动保处 毛宝贝医疗中心治疗 由动保处长陈渊泉医师亲自执刀 带领医疗团队成功了摘除小白袜身上的肿瘤 同时也提供住院修养直到伤口愈合拆线痊愈 那我也很钦佩陈处长 十几年未动刀一出手就是名家名刀 就是神刀 让我们小白袜恢复健康 所以我们一切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 今天天气如此之好 运动场刚完工 所以很高兴的小白袜 重新回到文化人的怀抱 那我也特别感谢动保处这边 也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 欢迎我们家人回家的场合也能宣扬 说我们当初小白袜就是流浪犬 我们假如能用任养来代替购买 那小白袜他的体重有超重的 正常他的体重应该在15到20公斤 那现在他是56公斤 应该超过将近三分之二 那对他的心脏 对他的那个糖尿 以及关节的一个 都会非常的这个有受到影响 今天新北市动保处长 更亲自将小白袜送回学校 但是也特别叮咛 小白袜的体重还是一样过重 正常的成年犬在15到20公斤 但是他的体重已经到了56公斤 超过了三倍 未来还是必须要多运动 控制饮食 而另外校长表示 小白袜就是文化国小的家人 而当初他是流浪犬被收养 也希望传达以任养代替购买 真心陪伴小狗 而小白袜也已经9岁 更希望可以健健康康的 陪伴师生学习 记者许多爱一 来学采访报道